看看新闻榜 有请 好了 两位请准备 上一场的表现 我会给自己不几个 四十胖子 这一次呢 第一个目标 就是能够打动自己的心 我相信 观众会认同的 上次比赛的时候 有学手叫我陈叔叔 没错 叔叔 其实我一点都不建议 不过 我们要小心 今天还是做你们一点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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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位都是分别属于这两个组别当中最年长的两位 启泰哥四十八岁 志刚四十四岁 依然怀抱音乐梦想站到这个舞台 我们身为也是四十郎当岁 刚好介于你们两个中间非常能够深刻的体会 两个人的演唱风格 所以我称之为这一组是一个经典的对决 我觉得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有两位在中阴的地方都特别漂亮 最大的区别在于你们习惯的嘴型 齐态比较圆 那志刚比较扁 差别在哪里呢 椭圆就有两边是比较锐利一点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比较锐利带进人的声音 先不看其他了 看你啊 白灯代表钟志刚 红灯代表陈启泰 是你喜欢椭圆呢 还是喜欢圆 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选择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 圆 就他刚刚讲完以后我就我跟他顺畅讲 我唱歌的时候嘴型是怎么样的 对你唱歌是什么样子我想看一下 明晚就寻点陪流离 明晚就寻哭一离 明晚就寻同样的 好 我看出来了 您的嘴型是尖的 我觉得齐态哥在唱的时候呢 感觉起来它很轻松 自若 非常像就是在一个小pop 小酒吧里面 很开心的在唱歌 但是以这样子的水准要拿来比赛 是有问题的 那另外这位志刚 这个你后面这一段让我很纳闷 真的非常纳闷 为什么你要最后又加那个 在后面呢 在下面练得很好 也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就走行 其实我觉得你的声音不错 尤其在中文里面非常的厚实有力 然后我觉得在歌曲的掌握度上面 也还行 所以对我来说 你们两个 我也很难下决定 我要你先下决定 对 那我选 志刚好了 今天我碰到那个阿天 我觉得很有妻切感 是 因为我也是看他的戏长大的 对 我们都一样 对 我们一起拍过戏 柯琴你不要忘记 所以接下来 柯琴你是当下做决定了对不对 好 3 2 1 小松老师的这个队伍 搬回一城 好 志刚 马上就要离开 升东亚洲的这个舞台 走向你人生一个新的起点 对 还有什么特别大的音乐梦想要实现 还是那句话 我来这里就是说 有机会的话 实现我十七岁左右的一个想法 为那种失足少年做演唱会 因为我那个小时候也是 弹吉他在那里面学的 对 志刚 我知道音乐改变了你的人生 然后你希望可以用音乐去问暖更多的心灵 来 志刚 请走向那边 有时候一日我要在我们这个 跳馆所搞一个演唱会 然后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学的吉他 然后在外面做了一个好人 现在做好爸爸 好丈夫 好人 慢慢做 吉他哥先要恭喜 谢谢 今天有一件事我本来有考虑过 要不要说出来 今天刚好是我生日 今天刚好是48岁 我之前上台之前想过 要不要说出来 如果过不了关说出来 好像有点 你看你不说出来 本来我也准备说出来 谢谢 其实我们这一组全体兄弟姐妹 你的晚辈们兄弟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你的一件生日小礼物 本来我想说我45岁之后已经打算永远不庆祝了 但今年又有点改变 真的不一样 哇 这么大 一起吧 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给予我们的礼物 要比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份礼物更珍贵 人生就是这样 有欲望也有梦想 喜太哥也奋斗了很多年 但是梦想没有被忘记 我觉得这才是完美人生 好了 喜太哥 现在请你走向下一轮的大分 其实一直都对订阅有一个梦想 但是一直都没有 做一个歌手的身份 对人认同 无论我可以走多远 我希望可以每一次 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也可以享受我们的过程